第21章,离开江家,木盒子里是红色丝绸,丝绸上面是一只纯金色镯子,比江嫣然那只还要粗一些。 谢景这是送给我的。 春桃进来时瞧现江佑宁手里的金镯子。 自家姑娘有什么手势? 她比姑娘还清楚。 这镯子一看就是心得的。 姑娘,这金镯子谁送的呀? 江佑宁指着桌子道。 谢景放在这里的。 春桃有些惊讶。 随即又替江佑宁高兴。 原来是将军送的。 奴婢看出来了。 将军很喜欢姑娘呢。 春桃并不知道她和谢景协议订婚的事。 若是知道,就不会人为谢景是喜欢她,才送金镯子。 江佑宁低头看着手里的金镯子。 好好的送她金镯子做什么? 对了。 谢景也莫说是送给她的。 马车内。 薛姨把玩住手里的折扇。 目光却一直盯着谢景看。 昨日从宫里出来。 谢景去万宝阁挑了一件纯金手镯。 她打去。 主子怎么突然买金镯子? 谢景道。 给江佑宁的。 主子? 镯子送出去了吗? 就主子这性子。 我才肯定莫送出去。 谢景挑眉望向薛姨。 给了? 昨天临走前。 她听见萧云在心里吐槽。 江佑宁穿戴太素。 手腕上连个首饰都没有。 谢景这颗木头都不知道送些漂亮的首饰。 薛姨有些出乎意料。 主子? 都是送礼物。 哪有给礼物的? 江小姐没有说什么吗? 谢景道。 当然没有。 薛姨听了,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 自从春桃被赏后,这两日处处受到刁难。 江佑宁见春桃回来。 朝她勾了勾手指。 你过来。 春桃带着好奇凑过来。 等听完江佑宁的话。 她直接惊呆了。 姑娘。 这可行吗? 江佑宁嘿嘿一笑。 不是事怎么知道? 春桃一脸认真。 奴婢知道了。 当天晚上。 江佑宁便发起高烧。 春桃叫来大夫后,又把江旭白给叫过来。 江旭白这两日心情不好。 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 大夫。 宁儿如何了? 大夫一脸惊恐。 江老爷。 还是出去说比较妥当。 江旭白疑惑地看了一眼床上的江佑宁。 然后和大夫走出去。 他到底怎么了? 大夫道。 江老爷。 令千金得了添花。 江旭白先是一愣。 随即露出不敢置信的眼神。 你说他得了添花。 大夫又道。 是的老爷。 添花传染性很厉害。 传染上很容易没命的。 江旭白一听传染药人命。 就慌得不行。 那怎么办? 大夫。 大夫想了想到。 我建议把病人送出去住。 江旭白文言立马反应过来。 大夫说得对。 江旭白喊来家丁。 不顾还在发烧的江佑宁连夜送出去。 江家是做茶叶生意。 外头有基数房产。 其中一个就是街头巷子里的屋子。 有人得了添花。 宅子里闹得人心惶惶。 老夫人哼了一声。 我瞧她就是丧门星。 给江家丢脸就算了。 这回也不知道在哪里得了要死人的病。 连累宅子里的人。 江旭白安抚道。 母亲。 您别生气。 儿子已经把她送出去了。 老夫人点点头。 那就好。 记得多烧些爱叶撒些酒。 江嫣然挽着合适的手臂。 小声询问。 母亲。 您儿姐姐会好的吧? 何时有些担忧的道。 我也说不准。 天花这东西。 只好太难了。 江嫣然垂下眼帘。 那您儿姐姐岂不是? 活不了。 回到屋里。 何时一脸担忧的道。 老爷。 你多派几个大夫给您儿瞧瞧。 江旭白道。 这是天花。 再多大夫也没用。 只能听天由命。 江又宁自己得了天花出世。 可不关她的事。 说不定。 嫣然还有机会驾进将军府。 夜深人静。 江又宁打量着江旭白安排的屋子。 屋子不大。 两间屋子。 外头有一间是厨房。 还带着一座小院子。 院子里有棵梧桐树。 此时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了。 为了出来。 江又宁花了八十两银子买通大夫。 天花自然也是假的。 如果一开始手上有银子。 她也不用等到现在了。 春桃正在打扫屋里。 里面的棉被都是旧的。 只能凑合着先用。 姑娘。 你先睡。 江又宁困到不行。 躺床上没多久就睡了。 屋子很久没住人。 春桃花了两日才将里里外外打扫干净。 而这两日买日常用品。 口袋里的银两花的差不多。 是该努力挣钱了。 江又宁这两日做了两款绒花簪子。 一款是牡丹生级款。 另一款是正红色的丁香花。 很适合成青那天佩戴。 春桃。 这款绒花簪子至少卖五十两。 就说这是限量款。 一共就三个。 姑娘放心。 奴婢知道了。 春桃伪装后就带着绒花簪子去了街上。 早晨的街头十分热闹。 简单样式的绒花簪子莫多久就被一群姑娘抢完了。 霓裳格与万宝隔离得很近。 很多后门千金贵妇经过这里。 是卖绒花簪子的好地段。 前日杜惠兰生辰。 看现难眠眠带着牡丹样式的绒花簪子。 气得不行。 所以今日出来瞧瞧。 看能不能买到更好看的绒花簪子。 看见卖绒花的小丝。 便迫不及待地走过来。 今天有什么新样式的绒花簪子。 春桃卖了这么多次。 早就摸出一些门路出来了。 她打开盒子给杜惠兰看。 有的小姐。 这是升级款牡丹绒花簪子。 小姐瞧瞧可还喜欢。 杜惠兰低头打亮了几眼。 牡丹绒花花瓣多了几个。 粉嫩的花瓣上沾着露珠。 拿进了看才知道露珠是假的。 却十分逼真。 花瓣右侧又有一只蝴蝶。 晃动两下。 可以看现蝴蝶的翅膀轻轻颤动着。 玉妃彩蜜。 春桃笑住道。 小姐。 这是限量款。 全精灵只有三只。 卖完就没有了。 杜惠兰一眼就相中了。 这可比南眠眠那只牡丹漂亮多了。 多了露珠和蝴蝶呢。 多少银子。 春桃想了想到。 六十两。 杜惠兰露出惊讶之色。 六十两。 怎么长加这么多。 姜佑宁站在树下。 手里拿着绳子。 扔上树干。 刚打好结证要试试紧不紧。 墙头上突然跳下来一个人。 还没等他看清来人的模样。 那人就把他拉到一边。 年纪轻轻地怎么想着寻死。 第二十二章。 社交牛逼症。 姜佑宁这回看清来人的脸。 发现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少年面如关玉。 身穿紫色窄袖颈袍。 正一脸担忧地看着他。 他低头看着被少年抓住的手。 想也没想就抽回来。 少年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 就这膜被他震开。 姜佑宁问。 你从哪里看出我想寻死。 少年说得理直气壮。 你把绳子挂树上。 头都快伸进去了。 若不是我来得及时。 你就自寻短线了。 姜佑宁。 他还没尝遍精灵所有美食。 寻短剑。 不存在的。 我只是想安装一个吊椅。 不是想寻短线。 啊。 少年有些尴尬。 是我看错了。 不好意思。 莫氏。 你也是好心。 姜佑宁看了一眼那藤衣。 有些重。 在看面前的少年。 个头一百八十厘米左右。 身材修长。 应该可以提起藤衣。 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我请你吃一个大肉包子。 少年一听肉包子。 卫氏摸有中红狗干活的错觉。 你先说帮什么忙。 姜佑宁道。 我安装吊椅。 可这藤衣太重了。 我提不起来。 你帮我提起来就行。 少年又看了一眼藤衣。 看着确实有些重。 他一个娇弱的姑娘佳佳。 确实很难搬起来。 他答应得很爽快。 我帮你便是。 在少年的帮助下。 姜佑宁先把藤衣吊在树干上。 等绑好绳子后。 他在藤衣上坐下来。 试了视节识度以及舒适度。 少年打量着面前的吊椅。 看着姜佑宁躺在上面。 穿着绣花鞋的小脚悠哉悠哉地晃着。 你还挺聪明的。 躺在上面睡觉还挺舒服的。 那当然。 姜佑宁试完后就走进屋子里。 拿出两个大肉包子递给少年。 吃吧。 还是热乎的。 少年低头看着手里的肉包子。 暖乎乎的。 闻住也香。 递到嘴边咬了一口。 露出惊喜之色。 这肉包比我吃过的肉包子都要好吃。 他说着又低头咬了一口。 完全忘了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乱吃。 姜佑宁闻言一点也不例外。 现代制作方法当然比古代的更美味。 少年吃完两个肉包子。 打亮了几眼这院子。 一个自救。 江佑宁问。 你是爬墙还是走正门? 少年收回视线看了一眼墙头。 我爬墙吧。 江佑宁客气一句。 那你慢点走。 嗯。 少年点点头。 翻墙离开。 春桃回来时。 满脸的兴奋。 姑娘。 牡丹绒花我卖了六十两银子。 丁香花绒花六十五两。 江佑宁听了美眼弯弯。 今日挣了一百多两银子。 果然有钱人的银子最好挣。 春桃一边换衣服一边道。 对了,姑娘。 谢将军前两日就领兵出征了。 哦。 江佑宁颠了颠钱袋子。 春桃。 你待会去街上多买些红糖回来。 好脸。 春桃应了一声。 今天挣了不少银子。 春桃买糖的时候还买了两斤排骨。 做了江佑宁爱吃的红烧排骨。 午饭。 江佑宁吃了四碗饭。 主要是碗太小。 他提议换大碗被春桃拒绝了。 理由是。 哪家千金小姐用大碗吃饭。 他想开个仙礼都不行。 吃完午饭。 江佑宁带着春桃去了庆园。 等到了庆园。 春桃看了一眼手里的布袋。 疑惑地问。 姑娘。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江佑宁道。 摘果子。 上次来的时候,就看现庆园有几棵山楂树。 上面结满了果子。 山楂是药材。 这个时候,古代还没有冰糖葫芦这种零食。 也没有把山楂当水果吃。 摘果子。 春桃看着面前的果子。 这不是山楂吗? 对啊。 挑好的摘。 江佑宁说着,已经上手摘了。 春桃带着疑惑跟着一起摘。 没一回功夫。 就摘了一袋子。 回来的路上。 买了一百根竹签。 等回到院子里。 江佑宁让春桃把山楂洗干净晒干。 然后三个山楂串成一串。 四日一早。 江佑宁用红糖熬糖熙。 等糖熬好后,拿着串好的山楂滚一圈糖熙。 等糖熙硬了,才一根根插在事先用稻草绑好的桩子上。 江佑宁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串放进嘴里咬了一口。 好久莫吃冰糖葫芦了。 终于解馋了。 春桃。 你也尝尝。 春桃带着好奇拿起一串地到嘴里咬了一口。 眼里满是惊喜。 酸酸甜甜的。 挺好吃的。 江佑宁一边吃一边倒。 两文钱一串。 你拿街上卖试试看。 姑娘放心。 我肯定能卖完。 春桃吃完手里的冰糖葫芦,就扛起庄子去街上。 江佑宁坐在榻上,开始制作玫瑰花样式的绒花。 窗户边上,突然冒出一颗黑漆漆的脑袋。 一双好看的桃花眼盯着江佑宁看。 你在做什么? 突如其来的男性嗓音下了江佑宁抖了抖。 抬起头就看现窗外的少年。 是昨日翻墙的那位。 你怎么又来了? 少年桃花眼弯了弯。 我路过。 来看看你。 江佑宁。 这孩子有些自来熟啊。 俗称。 社交牛逼正。 不等江佑宁说话。 少年就从正门走进来。 好奇地盯着他面前的东西看。 你这是做什么? 不能和你说。 江佑宁说着,就将东西收起来。 少年一脸疑惑。 喂食魔不能说。 我又不会告诉别人。 江佑宁不打反问。 你该不会是馋我的肉包子吧? 少年回想,昨天吃的肉包子。 味道不错。 你有肉包子吗? 江佑宁一副,我就知道,你是来蹭吃的。 他摇摇头。 没有。 被我吃完了。 不过有糖葫芦,可以给你一串。 少年有些好奇。 糖葫芦是什么? 江佑宁从榻上下来,取来一串冰糖葫芦递给他。 就是这个。 少年看着红彤彤的果子,有了第一次吃东西的经验。 这次拿过来,就色尽嘴里咬了一口。 发现很好吃。 糖葫芦也好吃。 江佑宁见他吃完了。 才到。 你翻墙走吧。 我就不送了。 少年一撩一杯在榻上坐下来。 翘住二郎腿。 像个大爷似的。 我现在不走。 江佑宁。 少年手托着下巴。 一脸忧愁。 你说女人生气了? 怎么才能哄好? 江佑宁问。 你这是在咨询我吗? 少年道。 这里除了你还有别人吗? 江佑宁把手伸到他面前。 咨询费。 一两银子。 第二十三章。 大客户。 让一个男人离开,最好的办法就是。 提前。 少年愣了一下。 好。 他从袖里取出钱袋子。 摸出一两银子放在他的手心里。 江佑宁手心一沉。 看住银子。 这银子挣得也太容易了吧。 少年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现在可以说了吗? 江佑宁收起银子。 一副情感大师的做派。 清了清嗓子。 哄女人开心,最好的办法是送花送小礼物。 少年追问。 送什么花? 什么礼物? 江佑宁听出来了。 少年要哄的是后门千金。 当然是玫瑰花和精致的小礼物。 玫瑰花代表我爱你的意思。 不过都是手工。 很贵的。 少年文言来了兴趣。 贵不是问题。 你只需要告诉我在哪里买就可以。 江佑宁在心里盘算着价格。 等算好后才开口。 三百两银子。 定金一百两。 后天下午未时。 你来这里取。 莫问天。 少年答应的爽快。 从怀里取出一张一百两的银票,放在他面前。 少年太爽快。 让江佑宁觉得自己像一个奸商。 在骗小孩子零花前。 少年走后。 江佑宁开始制作玫瑰花绒花。 这次不是制作发簪。 而是送人的花术。 春桃回来时。 庄子上的糖葫芦卖完了。 姑娘。 你不知道奴婢刚上街,就被一群孩子围起来。 还有一些小姑娘。 九十个没一会,就被抢光了。 两文钱一串。 小孩嘴馋,即便穷,也是买得起的。 好卖也正常。 用了午饭。 春桃就带着布袋子去摘山楂。 江佑宁忙着制作玫瑰花。 十一朵玫瑰花。 加绿色叶子,次日才做好。 古代没有彩色包装纸。 他就买了宣纸。 用染料染成红色。 包装好后。 江佑宁又开始制作荣花布窑。 终于在约定好的时间内做好了。 少年也很守时。 准时上门。 江佑宁指着桌上的捧花和小木盒子道。 这就是花和小礼物。 少年打量着大红色的花朵。 上面还带着露珠。 好奇地伸手摸了摸。 才发现是假的。 他惊讶地看向江佑宁。 这花居然是假的。 这是手工制作。 可以放很久。 所以比鲜花贵。 大红色的玫瑰花代表热烈的爱情。 十一朵代表一心一意。 江佑宁解释道。 少年数了数发现真的是十一朵。 寓意不错。 他又看着小盒子里东西。 发现是不摇。 上面镶嵌着珍珠。 两朵海棠花。 栩栩余生。 江佑宁问。 满意吗? 满意就付剩下两百两银子。 很满意。 要是能哄他高兴, 就更满意了。 少年从怀里掏出两百两银票。 毫不犹豫地就给了江佑宁。 江佑宁看着手里的二百两银子。 两天时间挣三百两银子。 真香。 少年要走的时候, 江佑宁递给他一张精美的卡片。 如果是想表白或者祝福, 又开不了口的。 写在卡片上和花一同送出去, 效果最佳。 写情诗也是可以的。 这磨大的客户, 江佑宁钦自送他出去的。 只不过, 人家喜欢爬墙。 下一秒就没影了。 他由衷地祝福。 祝你表白成功。 少年抱着花钻进一辆豪华的马车。 马车内坐着一位中年男子。 他身穿玄色锦袍, 满身的贵气。 他便是晋王。 荡朝皇帝的三皇叔。 少年上来后, 就把花和小木盒子设进男子的怀里。 父王, 拿着去红母妃吧。 给卡片时, 又把江佑宁嘱咐的话又重负一遍。 晋王低头看着怀里的花, 还有那精致的卡片。 王妃若瞧见了, 肯定很开心。 你小子挺会办事的。 少年将手伸到晋王面前。 儿子为父王分忧解劳。 不该表示表示吗? 晋王也爽快。 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 放在他手里。 少年扫了一眼银票上的数字。 一千两银子。 这才满意地收起来。 父王下次再惹母妃生气。 记得找我哦。 少年高兴地下了马车。 晋王这才反应过来。 臭小子。 就不能盼着你爹好。 回到王府。 晋王抱着花镜直来到王妃的屋子。 可惜门关住。 只能翻窗户。 没一会就传来女人的质问声。 谁让你进来的? 王妃。 这是送给你的。 还有卡片。 看完再动手。 屋内。 王妃坐在榻上。 看着手里的卡片。 又看了一眼晋王怀里的玫瑰花。 浓烈的爱情。 一心一意。 晋王点点头。 本王保证。 门禁前一定回府。 王妃气消了一点。 伸手抱起玫瑰花。 捏了捏花瓣。 还挺好看的。 晋王又拿起海棠布瑶递到他面前。 笑得一脸讨好。 王妃。 这是布瑶。 你喜欢吗? 王妃扫了一眼布瑶。 是他莫见过的款式。 瞧着不错。 王妃喜欢就好。 晋王笑着问。 那今晚是不是可以留下来了? 王妃一脸娇羞得到。 先帮我把布瑶带上。 唉。 本王这就给爱妃带上。 晋王拿起布瑶。 小心翼翼地插进发病里。 江又宁歇了两日, 莫做荣花。 除了吃就是睡。 期间浇春喜做馅饼。 还有蛋糕。 主要是他想吃了。 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也会失去新鲜感。 馅饼。 蛋糕隔一天卖一次。 而且限量。 老顾客也摸出了规律。 每次春桃拉到街上。 没一会就卖完了。 江又宁从江宅里搬出来也有十来天。 何时不放心一直在江旭白耳边念叨。 也不知道宁儿如何了。 我要去瞧瞧。 江旭白也想知道江又宁现在如何了。 便莫拦着。 你去瞧瞧也好。 免得让人在背后说闲话。 你也注意点。 别染上天花。 何时应了一声。 带着补品去了街头那院子。 来到院门口。 莫人赶进去。 只能在外面喊。 春桃闻声带着面巾走出来。 打开门看见门口的夫人。 何时问。 宁儿现下如何了? 夫人。 姑娘熬过来了。 只是近日咳嗽得厉害。 大夫说可能是废楼。 春桃说着就哭出来。 废楼也是会传染的。 何时听见又害怕又担心。 他从袖带里拿出一些银两地到春桃手里。 你好生照顾他。 等他好了。 我就来接他回去。 春桃拿住银两。 点了点头。 夫人放心。 奴婢一定会照顾好姑娘的。 何时走后。 春桃关上院门走进屋子里。 将何时说的话又转述一遍。 姑娘。 这一直装病也不是长久之计。 老爷若知道姑娘病好了。 肯定是要接回去。 第24章。 上瓶。 春桃喜欢住在这里。 不用偷偷摸摸地挣钱。 也没人刁难他们。 想吃什么可以自己买来动手做。 重要的是。 正银子的感觉太好了。 让人欲罢不能。 将又凝倒。 我知道。 传到桥头自然指。 午饭我想吃红烧肉。 酱肘子。 四喜丸子。 春桃知道姑娘这是嘴馋了。 二话不说就去买菜做饭。 将又凝两眼一闭。 接着睡回龙爵。 春桃将热腾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时。 将又凝闻见香味就醒了。 他走到餐桌前坐下来。 刚拿起筷子就看见少年阔步走进来。 那姿态就像金自家。 少年走到桌前扫了一眼热气腾腾的饭菜。 望向将又凝时好看的桃花眼带着笑。 我来到正式时候。 将又凝。 我怀疑你是闻着饭香来的。 被揭穿少年有些不好意思。 确实很香。 我在巷子口都闻见了。 不介意多张嘴巴。 将又凝。 这鼻子比他的海灵。 看在他是大客户的份上。 即便介意也不能说。 春桃。 在天赋碗筷。 春桃添了一副碗筷成了米饭放在少年面前。 偷偷打亮了一眼。 姑娘什么时候有这好朋友? 将又凝夹着红烧肉送进嘴里。 看了眼对面的少年。 一点也不拘束。 夹菜比他还快。 这红烧肉粉不腻。 味道也不错。 少年说的时候。 又夹了一块送进嘴里。 将又凝看着碟子里的红烧肉被他夹了一块又一块。 他将筷子伸进碟子里夹了几块放进碗里吃起来。 四喜丸子他也夹了两个。 少年夹了一个。 春桃夹了一个。 少年的筷子再次伸进去的时候已经没了。 四喜丸子太少了。 下次多做点。 都不够吃。 将又凝。 春桃。 少年说又夹了一个的酱肘子放进碗里。 将又凝反应过来后。 也夹了一个酱肘子放进自己的碗里。 碗点。 他就没了。 将又凝吃饱喝足。 望向对面的少年。 分明很有钱。 怎么像是受虐待的孩子。 家里不给他饭吃。 饿肚子跑出来蹭饭。 春桃本来打算去摘山扎的。 这回也不去了。 万一他图谋不轨。 他也好帮姑娘。 少年打量了几眼将又凝。 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就觉得他很漂亮。 不讨人厌。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将又凝道。 我也不知道你名字。 少年也觉得先自我介绍才礼貌。 我叫肖玉。 今年十六岁。 我叫江又凝。 十四岁。 啊。 魏师摩有众相亲的既视感。 肖玉开始说正事。 你上次做的花很好看。 哄人效果也不错。 你给我再做一个。 有时间吗? 江又凝文言来了。 兴致。 只要价钱到位。 多好说。 肖玉道。 我先给你一百两定金。 两天后我来取。 到时再给你两百两。 如何? 江又凝很爽快地印下来。 莫问题。 肖玉爽快地拿出银票 给江又凝。 江又凝高兴地收起银票。 让春桃送肖玉。 春桃把人送出去。 还没等他开门。 就看见肖玉翻墙离开。 江又凝做玫瑰绒花石。 春桃拿着布袋子去摘山楂。 江又凝发现春桃比在江宅更拼命。 起早贪黑地做糖葫芦。 馅饼拿去卖。 馅饼起初用的是韭菜馅。 太好卖了。 他又让春桃做了肉馅。 比韭菜馅贵三文钱。 同样好卖。 接订单期间。 肖玉天天来蹭饭。 把他的社交牛逼症展现得淋漓尽致。 春桃早上出去前问。 姑娘午饭想吃什么? 江又凝这两天特别馋酸菜鱼。 想也没想, 就回了三个字。 酸菜鱼。 春桃虽然莫听过。 不过知道江又凝会做。 卖完馅饼顺便买了一条黑鱼回来。 鱼处理好后。 江又凝教春桃 如何做酸菜鱼。 等午饭端上桌后。 肖玉准时上门蹭饭。 大客户相当于金主。 来吃饭当然欢迎。 就是饭量有些大。 肖玉一边吃着酸菜鱼一边夸道。 这是什么菜? 酸辣爽口。 味道不错。 酸菜鱼。 江又凝抽空回了一句。 不抓紧吃。 他就吃不住了。 肖玉那小子退能吃了。 肖玉走的时候。 说了一句。 我发现你家的饭菜真香。 吃了还想吃。 江又凝。 玫瑰花做好那天。 肖玉就来了两次。 上午来蹭饭。 下午来拿玫瑰花。 午饭吃的是火锅。 锅底制作有点麻烦。 主要他是太馋了。 不吃到就会抓心脑肝般难受。 食材倒容易一些。 鱼丸肉丸可以自己做。 菜可以去街上买。 江又凝怀疑肖玉那小子有千里鼻。 火锅刚做好他就来了。 分毫不差。 肖玉吃了一口肉。 拿着方帕擦了擦鼻子。 宁儿? 这是什么? 好好吃。 关于宁儿这个称呼。 江又凝纠正了恩赐。 肖玉就是不改。 江又凝同样拿着手怕擦鼻子。 火锅。 春桃也不例外。 拿着小手怕擦鼻子。 好吃是好吃。 就是有些辣。 江又凝黑黑一笑。 辣才好吃。 宁儿说得对。 辣得吃着爽。 肖玉说着擦了擦鼻子。 加了一个肉丸子送嘴里吃起来。 付尾款的时候。 肖玉也很爽快。 江又凝看着手里的银票。 高兴得眉眼弯弯。 肖玉离开后,乘坐马车直接进宫。 御书房。 肖玉抱着花在李公公的带领下走进来。 上前行礼。 皇上万福惊安。 起来吧。 肖玉的视线望向肖玉手上被红布包裹的东西问。 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 这就是臣帝给皇上想的办法。 保证能让皇后娘娘开心。 肖玉有些怀疑。 是吗? 这魔神奇。 那当然。 肖玉将花拿到皇上面前。 然后掀开红色的布。 露出娇艳的玫瑰花。 肖玉深邃的眸子露出惊艳之色。 好娇艳的花。 你从哪里找来的? 姑子魔从来没见过。 肖玉黑黑一笑。 地上事先写好的卡片。 皇上。 这是用绒花做的假花。 大红色的玫瑰代表浓烈的爱情。 十一朵代表着一心一意。 肖玉看着卡片上面的字。 觉得挺有符合这娇艳的花朵。 还是你鬼点子多。 他吩咐道。 李公公。 把花送到凤一宫。 奴才遵旨。 李公公盖好红布后。 便去了凤一宫。 等李公公回来时。 肖玉问。 皇后瞧现了。 可高兴。 第二十五章。 得圣归来。 李公公笑着道。 回皇上。 皇后娘娘瞧见了。 很开心。 肖玉没时间去哄女人。 用一束花就哄好了皇后。 让她省心不少。 玉儿想要什么赏赐。 肖玉道。 皇上。 臣弟想要那匹汉邪宝马。 肖玉挑眉。 那匹马姑可是给谢警准备的。 你也敢打她的主意。 肖玉继续道。 皇上。 不是有两匹吗? 其中一匹给臣弟,又何妨。 肖玉想了一会。 每年西域都会进公汉邪宝马。 便应了。 给你了。 谢皇上。 肖玉高高兴兴地去牵马。 夜深人静。 春桃做完最后一对荣花簪子。 起身去洗漱打算歇息。 走进厨房看见里面躺着一个人。 满脸的血。 吓得他大叫出声。 啊。 有死人。 姜佑宁作为现代大医学生。 也没见过死人。 心里感觉有些毛毛的。 他拿着棍子戳了戳地上的男人。 发现他手动了一下。 有些惊喜。 春桃。 他没死。 在春桃的帮助下。 把男子扶上床。 春桃拿着热毛巾将男子脸上的血迹擦拭干净后。 发现男子模样长得十分俊美。 随后又将男子受伤的地方包扎起来。 做完这些。 他有些担忧地道。 姑娘。 他会不会是坏人啊。 姜佑宁盯着男子瞧了一会。 大概有二十岁左右。 长得很帅。 但坏人的脸上不写坏人两个字。 我也不知道。 等他醒来再说。 等男子醒来天已经亮了。 姜佑宁询问后发现一个疑问题。 你失忆了。 不认识他很正常。 可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 可不就是失忆了。 男人一脸茫然地看着姜佑宁。 我不知道。 姜佑宁盯着他后脑勺看了一会。 昨晚包扎的时候。 那里裹了好大一个包。 估计是脑子受伤。 导致失忆了。 男子盯着姜佑宁看了好一会。 问。 你是我媳妇。 姜佑宁。 胡说什么? 我不是你媳妇。 男人有些失望。 哦。 春桃指了指自己的脑子问。 姑娘。 他脑子是不是坏了? 估计是的。 姜佑宁望向男子。 你还记得回家的路吗? 男人扫了一眼屋子。 一脸茫然地看向姜佑宁。 这里不是我家吗? 姜佑宁立马摇头。 不是。 春桃盯着男人瞧了一会。 身材挺拔。 应该能力气活。 帮忙挑东西去街上卖。 他就可以有时间做别的。 姑娘。 不如把他留下来当打杂的家丁。 姜佑宁打量了几眼男人。 失忆肯定是回不了家。 留下来当家丁也不错。 你想留下来吗? 我可以提供赤柱。 男人几乎想也没想,就点头。 想。 姜佑宁这才继续到。 留下来有两个条件。 第一。 要听话。 多干活少说话。 第二。 这里的事不许告诉别人。 男人依旧是点头。 我可以做到。 姜佑宁从房里取出一份现血的卖身器和硬泥递到男人面前。 那就签卖身器吧。 在不知道对方是好是坏时。 卖身器可以试探,也可以当作约束。 男人拿着卖身器。 拇指沾着硬泥。 在卖身器上按了手印。 姜佑宁见他如此爽快。 便收起卖身器。 从现在开始。 你叫袁宝。 袁宝问。 那我叫你什么? 春桃说的理所当然。 当然是叫小姐。 袁宝点头表示。 我知道了。 袁宝留下来后。 就把仓库给腾出来。 买了床被子。 又给他买了两身衣服。 袁宝因为伤害莫好。 春桃让他在家里洗山楂穿山楂。 以及匹柴。 春桃盯着柴房前正在劈柴的袁宝看。 姑娘。 他力气挺大的。 这磨一会功夫,就把柴劈完了。 姜佑宁点头赞同。 吃的也不少。 吃午饭时。 春桃多煮了不少饭。 最后都会吃得浅浅浅浅。 连菜汤都莫剩下。 袁宝伤好了过后。 春桃就带着他去街上卖馅饼糖葫芦。 你学住点。 以后你就负责出来卖。 我负责做。 袁宝任真的点点头。 我知道。 为了让顾客气的馅饼蛋糕糖葫芦。 姜佑宁设计了一个招牌。 叫如意。 用圆木做的牌子。 再用朱砂写字。 挂在推车上,很惹眼。 整条街上还默认不知道如意家的馅饼有多好吃。 糖葫芦有多甜。 蛋糕有多软。 不到半个时辰就卖光了。 回到院子里。 春桃又开始教袁宝糖西。 然后把串好的山楂挨挨个滚一遍。 袁宝手脚利落。 学得也很快。 袁宝来的第五日。 春桃就让他独自去街上卖。 临走前。 春桃嘱咐了好机具。 记得要热情。 别板着脸。 把顾客吓到了。 下次就不光顾生意了。 看着袁宝出了门。 春桃关好门走进来。 姑娘。 袁宝一个人去街上卖馅饼了。 姜佑宁有些嘴馋了。 那正好。 我教你做千层饼。 春桃听过姜佑宁说过一句话。 记多不压身。 好啊。 千层饼制作比馅饼稍微麻烦了一点点。 不过。 春桃在厨艺方面还是挺有天赋的。 其中酱料也很重要。 花了不到半个时辰。 一锅千层饼就好了。 姜佑宁闻着香味就馋到不行。 用筷子夹了一块送进嘴里。 吃得一脸满足。 春桃也尝了一块。 发现很好吃。 他一脸兴奋地道。 姑娘。 这若是拿到街上卖。 肯定受欢迎。 现在多了袁宝来干活。 他就有空闲时间做别的。 做些千层饼拿去卖。 可以多挣些银子。 姜佑宁也莫拒绝。 你看住吧。 春桃一想到能挣银子就停不下来。 晚上还要抽空炼子学制作融化。 元宝从街上回来后。 把钱袋子递到姜佑宁面前。 小姐。 这是今天挣的银子。 姜佑宁把钱袋子递给春桃。 你把账记一下。 春桃学记账已经耗几天了。 每天的支书收入明细都要写出来。 他一边竖着钱一边记账。 元宝在小凳子上坐下来。 开始清洗山楂。 转眼到了立冬。 天气转冷。 一夜之间,院子里一地惊慌。 姜佑宁在床上睡得正香。 春桃激动地跑进来。 姑娘。 谢将军打圣仗回来了。 外面好热闹。 姜佑宁揉了揉眼睛。 他回来了。 春桃兴奋地道。 是啊。 城里的老百姓都在街上迎接将军进城呢。 姜佑宁这回清醒了几分。 像谢锦这样的英雄可是家喻户晓。 打圣仗归来。 老百姓激动也正常。 春桃提议道。 姑娘。 一起去街上迎接将军怎么样。 第26章。 他看见了。 姜佑宁伸了个懒腰。 那魔多人接他。 我去做什么。 春桃道。 将军可是姑娘的未婚妇。 姑娘若是去街上迎接。 将军肯定很高兴的。 不等姜佑宁开口。 春桃又道。 将军离开一月多。 姑娘就不想将军吗。 姜佑宁想到银子房。 嘿嘿一笑。 是挺想他的。 谢景这次回来应该要退婚了吧。 那姑娘还不起床。 晚了将军就进宫了。 春桃说话间取来衣裳, 事后将又宁穿上。 然后梳洗打扮。 将又宁爱吃肉包子。 春桃隔三差五地做。 将又宁拿起肉包子, 还莫吃两口。 春桃就提醒道。 姑娘。 拿鸡个路上吃吧。 晚了就看不住了。 将又宁舀了一口肉包子。 鼓着腮帮子含糊不清地道。 好吧。 春桃用油纸包了几个包子。 然后两人出了门。 刚走出巷子就听见热烈的议论的声。 谢将军又打了胜仗。 从无败计。 谢将军真的好厉害。 怪不得当年皇上封他未冠君侯。 可不是。 谢将军可是能获得封王居须。 得此荣誉, 寥寥数人。 谢将军灭了匈奴。 指日可待。 将又宁觉得, 谢锦正魔拼, 就是想灭了匈奴。 可惜英年早逝。 不然, 以他的军事谋略, 肯定能如愿的。 他一边吃着肉包子, 一边走到街道上。 发现街道两旁站满了人。 各个翘首以盼的望向进城的方向。 就在这时, 民众突然激动起来。 谢将军回来了。 谢将军威武。 远远地瞧见地, 写着谢字的军旗在半空中飞舞着。 士兵们身穿银色铠甲, 有条不紊地朝这边走过来。 肖宇得知谢锦今日回来。 也早早地来到街道上。 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他扒开人群里走过来。 宁儿。 江又宁刚咬了一口肉包子。 闻声看过去。 肖宇那张俊美的脸放在人群里。 可以说是鹤立鸡群。 显眼的不只是他的容貌。 还有他华贵的着装以及爱笑的桃花眼。 你怎么也来了。 肖宇激动地道。 当然是爱看谢将军的。 江又宁瞪大眼睛。 将嘴里的肉包子吃进肚子里才问。 你喜欢谢将军? 肖宇说得理直气壮。 谢将军这样的男人。 谁不喜欢? 江又宁露出震惊的眼神。 肖宇一脸笑意地凑过来。 你也喜欢谢将军。 谢锦坐在高头骏马之上。 对于民众的激动的情绪已惊喜以为常。 他有黑的毛子直视着前方。 直到看见人群里一抹粉色的身影。 一眼就认出那是江又宁。 江又宁正在和一名男子有说有笑。 而那名男子他也认识。 是晋王的儿子肖宇。 谢将军这样的男人。 谁不喜欢? 江又宁扫了一眼名众。 其中可不少姑娘妇人。 肖宁看见他怀里的肉包子。 手伸过去。 拿起一个肉包子就送进嘴里咬了一口。 说的也是。 想嫁给谢将军的女人从这里可以排到皇宫里去。 江又宁点头赞同。 公主也喜欢谢将军。 你就别花心思啊。 肖宁说着吃完最后一口肉包子。 手伸过去又拿了一个肉包子。 江又宁看着肖宁又拿了一个肉包子。 立马无紧肉包子。 再吃我就没了。 谢锦皱了皱眉。 薛宁也瞧现了江又宁和肖宁两人有说有笑的画面。 视线望向谢锦。 没想到江小姐与小柿子也认识。 看上去关系不错。 谢锦眉头皱了更紧。 你去告诉他。 一起进宫参加庆功宴。 属下遵命。 薛宁应了一声。 拉紧江绳。 在不影响队伍前进的情况下脱离队伍。 肖宁吃完手里的肉包子。 下意识地把手又伸过去。 结果扑了个空。 他的目光望向江又宁怀里的肉包子倒。 再给我吃一个。 江又宁捂紧肉包子。 没了。 肖宁眼尖得很。 分明还有一个。 江又宁一口吃完手里半个肉包子。 拿着最后一个肉包也放进嘴里咬了一口。 肖宁。 谢锦有黑的毛子一直盯着江又宁看。 看着他嘴里塞了肉包子。 带着肉感的脸颊此时鼓鼓的。 像包子。 肖宁看见谢锦骑马过来。 举起右手激动地大喊。 谢将军。 看这里。 江又宁本来打算过来瞧几眼就走。 被肖宁震摩一喊。 谢锦肯定看见了。 他抬起头看过去。 就看现谢锦侧头看过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刚从战场上回来。 眼神有些冷。 这也是他第一次看见谢锦身穿铠甲的样子。 身姿挺拔英勇神武。 这大概就是小说里战神该有的气质。 等反应过来后。 他顾不上嘴里的肉包子还莫吃完。 举起双手在心口那里做了一个爱心的手势。 笑得信眼弯弯。 将军爱你哦。 江又宁以为对视就可以读心。 只是距离有点远。 谢锦并没有听见他心里那句话。 若不是看见他眼睛再笑。 他会晤以为他这是心口疼。 在民众的高呼声中。 谢锦骑着马从江又宁面前走过去。 萧玉收回视线。 依旧很激动。 皇上卫谢将军举办了庆宫宴。 江又宁听见庆宫宴也谋一亮。 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 萧玉笑住道。 那当然。 宫廷宴席。 菜品都很精致。 外面可吃不住。 江又宁听住就有些嘴馋了。 可惜他进不了皇宫也吃不着庆宫宴。 萧玉要进宫参加庆宫宴。 聊了几句就离开了。 薛姨看了一眼走远的萧玉。 收回视线望向江又宁。 江小姐。 江又宁回头看见突然出现的薛姨愣了一下。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过来。 薛姨轻笑。 竹子让我来告诉江小姐。 一同去参加庆宫宴。 江又宁闻言高兴得眉眼一弯。 你说的真的? 我也可以参加。 薛姨道。 江小姐是主子的未婚妻。 主子想带着江小姐便没有任何问题。 江又宁庆幸自己刚才对谢锦爱心示爱。 不然就错过进宫参加庆宫宴的机会。 现在就进宫吗? 薛姨点头。 嗯。 江小姐请上马车。 江又宁望向薛姨身后。 一辆马车停靠在路边。 她走过去。 在春桃的搀扶下上了马车。 薛姨等春桃上去后。 这才坐上马车。 冷霄。 可以走了。 冷霄应了一声。 赶着马车离开。 第27章。 送她回家。 春桃第一次进宫,激动得不行。 姑娘。 将军带姑娘可真好。 还不忘记带着姑娘参加庆宫宴。 江又宁点头赞同。 将军人的却很好。 没有将军。 宫里的宴席这辈子也吃不住。 吃一次人生也算圆满了。 春桃无奈摇摇头。 她就知道姑娘的注意力都在吃的上面。 马车到宫门口时。 有侍卫搜查。 进去的也算顺利。 萧云青自迎接的谢景。 带着文武百官。 江又宁进来时。 庆宫宴刚刚开始。 她是由小宫女领柱来到谢景身边。 江又宁第一次亲眼看见宫廷宴席。 比想象中的还要奢华。 她小声喊道。 将军。 我来了。 谢景放下手里的酒杯。 侧头看过来。 只见她拱着身子看自己。 距离有些近。 可以闻见她身上淡淡香味。 坐吧。 是江卷。 江又宁乖巧地在谢景身边坐下来。 她面前摆放着一副碗筷。 应该是谢景让人提前准备的。 萧云的目光望向谢景。 就看见她身边的江又宁。 庆功宴也带着她。 看样子是真的喜欢。 江又宁看着面前精致的糕点和菜品。 食指大动。 从距离自己最近的开始吃。 这肉好好吃。 不像牛肉也不像猪肉。 反正好吃。 江又宁除了爱菜。 其实最喜欢的就是吃了。 经常看美食主播做菜做点心。 咦? 这又是什么菜? 有点甜。 甜中带着点酸。 也好吃。 这份量也太少了吧。 两口就吃完了。 吃得太快都忘记什么味了。 谢景喝酒的东西一顿。 侧头看过来。 就看见她正盯着空碟子看。 嘴里正咬着筷子。 像是在回味菜品的味道。 她收回视线望向自己面前拿碟菜。 端起来放在她面前。 江又宁看着面前突然出现刚才吃完的菜。 抬起头看着谢景。 高兴得眉眼弯弯。 将军。 你真好。 她收回视线。 继续吃着那道菜。 这会吃得慢些。 总算记得喂了。 时不时有官员向谢景敬酒。 说的都是夸谢景的话。 谢景如传言中的一样。 沉默寡言。 酒喝了不少。 不过总会把她面前的菜端到她面前。 萧玉远远瞧现江又宁。 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她怎么来了? 静王闻言侧头看向儿子。 你在嘀咕什么? 萧玉还在盯着江又宁看。 父王。 我瞧现熟人了。 什么熟人? 静王顺着儿子的视线看过去。 就看现谢景身边坐着一个女人。 模样娇俏可人。 谢将军有女人了。 萧玉收回视线望向静王。 疑惑地问。 父王怎么知道她是谢将军的女人。 静王哼笑一声。 坐在谢将军身边。 不是她女人。 难道是你女人? 萧玉。 江又宁正吃着白鸟嘲讽。 忽然听见有人问。 谢将军。 你身边的美人很面生啊。 谢景沉默寡言不敬女色。 这次庆功宴带着女人。 大家早就好奇了他们的关系。 这会有人开头问了。 立马有人追问。 谢将军。 这美人是谁啊? 谢景抬起头望向文武百官。 淡然地回道。 她是我未婚妻。 此话一出。 在场的文武百官都愣住了。 谢景今年二十二周岁。 驰骋沙场。 立功无数。 想把女儿嫁给她的官员不在少数。 因为碍于公主。 他们一直不好开口。 这回谢景有了未婚妻。 而未婚妻也不是公主。 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文武百官反应过来后。 心里都有些惋惜。 表面上还是举起酒杯。 恭喜谢将军。 谢景举起酒杯。 谢谢。 说完仰头一口饮尽。 有人暗自感叹。 公主爱慕谢景人人皆知。 这回谢景要娶别人。 怕是要伤心了。 庆功宴结束后。 江又宁也吃饱了。 不紧不慢地蹬在谢景身后。 她摸着鼓鼓的肚子。 感叹一声。 宫廷宴席果然和民间的不同。 吃一次这辈子也无憾了。 谢景。 途经御花园时。 听见有人喊。 谢将军。 江又宁抬起头看过去。 就看现一位身穿鹅黄色广袖流仙裙的女人。 迈住优雅的步子迎面走来。 谢景双手抱拳行礼。 公主。 江又宁见状也跟着行礼。 公主美眸望向谢景时隐隐含住情愫。 恭喜谢将军得胜归来。 御花园的菊花开了。 想要谢将军一同去欣赏。 谢景不卑不亢地道。 多谢公主的美意。 微臣不懂赏花。 公主握紧手里的手帕。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拒绝。 她抿着唇。 发现谢景身边的女人。 她嗓音带着疑惑。 谢将军。 她是谁? 谢景道。 她是微臣的未婚妻。 公主文言一时间莫反应过来。 盯着江又宁看了好一会。 模样娇俏。 信念陶三。 谢景喜欢这样的女子。 江又宁低眉汗手。 能感觉到来自公主带着敌意的眼神。 听小玉说公主喜欢谢景。 这回肯定把我当情敌了。 所谓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那眼神像是要把我吃掉似的。 谢景并不想与公主过多纠缠。 找了个借口。 就带着江又宁离开。 公主看着谢景远去的背影。 气得跺了跺脚。 她哪里比得上本宫。 谢景怎么会喜欢她不喜欢我。 马车上。 谢景吩咐道。 先送江小姐回去。 江又宁想到自己现在不住在江宅。 她抬起头看向谢景。 将军。 我现在住在东街头像子里。 谢景漆黑的眼底闪过一丝疑惑。 你怎么会住在那里。 江又宁解释道。 我前一段病了。 那里不适合养病。 所以就搬出来了。 是江续白让你搬出来的。 谢景用的是肯定的语气。 与江又宁订婚以来。 她也算是看出江续白不喜欢江又宁这个毫无血缘的女儿。 江又宁点点头。 嗯。 搬出来单独住挺好的。 就是装病这磨酒。 江续白派人来问过两次了。 怕是再装下去就露馅了。 谢景这才知道她是故意装病搬出来。 也看出她不想回江家。 冷霄。 去东街头巷子。 是主子。 冷霄驾着马车往东街驶去。 当马车在巷子口停稳后。 江又宁从马车下来。 看见谢景也从马车里出来。 每次站在谢景面前。 那身高差都让她有重压迫感。 谢景垂眸看着她。 你的住处在哪里? 第二十八章。 嫌她老。 江又宁正要开口说回去。 文言顿了顿。 在巷子里面。 证书第五个就是我住的地方。 谢景。 走吧。 江又宁这会听明白了。 谢景这是要去她家里坐坐。 她带着谢景来到院子门口。 门是开住的。 走进去时, 就看现元宝拿着扫帚扫着地上泛黄的树叶。 谢景阔步走进来。 漆黑的毛子扫了一眼院子。 房屋陈旧却很干净。 院子里还亮晒着山楂。 由竹签串成了串。 小姐。 你回来了。 元宝正在扫着落叶。 看现江又宁回来。 她拿着扫帚带着激动走过来。 谢景收回视线望向大步朝江又宁走过来的男子。 很陌生的一张脸。 有黑的毛子望向她时带着疑惑。 她是谁? 江又宁把捡到元宝的经过大概说了一下。 她现在是在我这里打工养自己。 顺便挣路费。 谢景出于本能上下打亮着几眼元宝。 身上虽然穿着灰色粗不衣裳, 却不像普通百姓。 她收回视线望向江又宁。 嗓音有些沉。 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子。 你也敢留下来。 她失忆了。 正好缺一个钱重活的家丁。 就留下来了。 江又宁说到最后嗓音弱了下来。 因为心虚。 谢景说得好有道理。 不愧是票其将军。 警惕性正魔强。 谢景听了不悦的情绪缓呼了几分。 知道对错。 还不算太笨。 元宝看见江又宁身边的男人时。 眼里带着警惕。 小姐。 她是谁? 江又宁大方地介绍道。 她是谢将军。 我的未婚夫。 元宝愣了一下。 作为失忆人士不代表是傻子。 很快反应过来面前这位是江又宁未来夫君。 江又宁觉得都进来了自然要问问。 将军。 要进去坐坐吗? 谢景。 嗯。 温医生。 等走进屋里。 谢景才发现外面陈旧简陋。 里面的陈设同样简陋。 正屋里只有一张圆桌两张椅子。 一张暗桌便没了。 江又宁记得爷爷很爱喝酒。 每次喝完爸爸都会让人给爷爷煮酒汤。 第二天醒来头不会痛。 他吩咐道。 春桃。 你去煮一碗醒酒汤。 嗯。 春桃应了一声。 转身走出去。 末等多久。 春桃端来醒酒汤放在谢景面前。 便退到江又宁身后。 江又宁道。 将军。 这是解酒汤。 喝了解酒。 明日醒来不会头疼。 谢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军营里度过的。 打了圣仗高兴。 都会和将士们举杯畅饮。 喝醉了也是直接倒头就睡。 哪里会喝什么解酒汤。 不过宿醉醒来头疼也是家常便饭。 他今天喝了不少酒。 有些醉。 不过人还很是清醒的。 他视线望向面前还冒着热气的解酒汤。 没想到他会这么细心。 端起来滴到嘴边吹了吹。 然后喝了两口。 有些烫。 谢景比爷爷乖多了。 不用哄。 直接对碗喝。 谢景。 是说他老了吗? 江又宁盯着谢景喝醒酒汤的样子看了好一会。 可能是因为常年征战沙场。 眉眼间总带着沉稳的素冷。 他鼻梁高挺。 有着连女人都羡慕得黑而卷翘的睫毛。 谢景从小习无感官比普通人要灵敏。 江又宁那毫无顾忌的眼神。 他想忽视都忽视不了。 就在他想以最快的速度喝完醒酒汤时。 耳边听见他的感叹。 果然帅的男人对碗喝依旧是很帅。 就这场像在娱乐圈绝对是国民男神。 谢景有些听不懂江又宁话里的意思。 不动声色地抬起头望向他。 只见那水色炼烟的杏眼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看。 江又宁在心无旁骛地欣赏美男的颜。 突然对上一双有黑的眸子。 挣了好一会。 待反应过来后。 立马露出寒情默默的眼神。 将军。 将军好帅。 看再多也看不够。 与将军分离着摩天。 我日日盼着将军早日归来。 想看看让我神魂颠倒的脸庞。 若是能嫁给将军为妻。 名女此生无憾了。 她学着娇柔作作的语气。 说完,一脸娇羞地垂下眼帘。 感觉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不行了,不行了。 好肉麻。 我都觉得恶心。 谢景肯定也被恶心到了。 怕是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谢景的嘴角狠狠抽出了两下。 你还有自知之明。 江又宁搓了搓手臂上的鸡皮疙瘩。 再次抬起头。 含羞待怯地望向谢景。 将军明日有空吗? 和将军分离着抹酒。 应该好好去赴江酒楼优惠培养感情。 不然都生分了。 赴江酒楼优惠。 谢景道。 我明月要进宫。 哦,那太可惜了。 江又宁满眼遗憾地看着谢景。 将军这么忙。 都没有时间陪我。 太伤心了。 谢景漆黑的眸子看着江又娘娘。 只见她低下头。 耳边不出意外,又听见她说。 将军尽管去忙。 不用管我。 冬天最适合赖床了。 我要一决睡到自然醒。 嘿嘿。 后日我来接你。 江又宁。 谢景这是几个意思? 难道真想和我约会? 谢景走的时候, 江又宁亲自送出门的。 看着谢景上了马车。 忽然明白她为什么出门坐马车。 而不是骑马。 她若是骑马走在街头。 就好比现代明星出现在街头。 恐怕会出现交通阻塞。 江又宁回到院子里。 就看见元宝端住刚熬好的唐溪出来。 这段时间都是元宝出去摆摊的。 每次回来的比春桃早。 最重要的是东西都卖完了。 次日, 江又宁和春桃带着好奇去街上。 远远地瞧见自家的招牌如意。 摊位前围满了人。 男女老少都有。 但是女孩居多。 她带着好奇走过去。 媒婆扭着水桶腰。 甩着小手帕。 脸上挂着招牌笑容。 我可是精灵最有名的媒婆。 我瞧你条件不错。 给你介绍个姑娘。 怎么样? 元宝头也不抬得到。 不怎么样? 媒婆。 你家新出的千层饼真好吃。 一个人太忙了。 娶个媳妇就可以帮你了。 多好啊。 用不住。 你家的馅饼怎么不多做一些。 来晚了都吃不住了。 那你就来早些。 江又宁。 元宝态度好像有些嚣张啊。 春桃。 说好的要热情呢。 为时摩着摩凶。 第二十九章 头怀送抱。 即便如此。 来买的人依旧很多。 没一会就卖完了。 看完后。 江又宁和春桃往回走。 就听见路人的议论的声。 如意家的馅饼真好吃。 千层饼也好吃。 糖葫芦也甜。 瞧瞧这蛋糕。 又软又香。 元宝要是和阿春一样热情就好了。 他笑起来肯定好看。 阿春是春桃买东西食用的名字。 江又宁明白一个道理。 好看的门面其实也是可以引流的。 元宝回来的时候。 江又宁已经回来了。 此刻正躺在吊椅上。 悠闲地吃着桂花糕。 元宝将推车推到厨房后又来到树下。 推车当初还是因为春桃力气小。 挑不动担子。 他才将现在的推车设计拿来用。 省时省力。 他盯着江又宁看了好一会。 小姐。 江又宁抬眸望向元宝。 上下仔细打量着他。 人帅即便穿粗布衣服也是帅的。 若是再打扮打扮就更帅了。 岂不是更招人。 他喊了一声。 春桃。 春桃闻声走过来。 姑娘。 怎么了? 江又宁。 你待会带元宝去街上订做两套衣服。 春桃不知道江又宁的用意。 还是点头应道。 知道了。 姑娘。 元宝却感动得不行。 小姐。 你带我太好了。 江又宁嘿嘿一笑。 应该的。 有付出才有收获吗? 哥哥的治理名言。 萧玉来的时候。 江又宁正在打算睡回龙爵。 宁儿。 你真的是谢将军的未婚妻。 江又宁眯着眼睛看萧玉。 是啊。 怎么了? 萧玉一脸崇拜地看着江又宁。 你也太厉害了。 居然把谢将军给拿下了。 江又宁。 他哪有这抹厉害。 萧玉凑过来。 眼里满是好奇。 你是怎么拿下谢将军的? 江又宁朝他勾了勾手指。 萧玉带着好气凑过来。 江又宁一脸神秘地道。 因为我会撒娇。 撒娇的人最好命。 萧玉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受教了。 江又宁见萧玉信了。 忍着笑咬了一口桂花糕。 萧玉蹲下来。 双手扶着吊椅扶手。 拿好看的桃花眼看他。 宁儿。 咱们午饭吃火锅。 怎么样。 自从吃了火锅后。 他就一直念着那位。 查了好几天了。 江又宁见识过萧玉的社交牛逼症。 现在都用咱们。 今天来不及了。 明天吧。 萧玉有些失望。 想到明天就可以吃到。 他又来了精神。 那我再忍忍。 四日一早。 谢景便来了。 春桃做完早饭从厨房里出来。 就看建院子里的谢将军。 他先是一愣。 谢将军来的这抹走。 随即反应过来。 上前见礼。 将军。 谢景问。 他呢。 春桃道。 姑娘还在睡觉。 奴婢这就去进去叫姑娘起床。 说完就小跑着进去。 姑娘。 快起床。 江又宁睡得正香。 耳边嗡嗡的很烦人。 他不满得嘟囔。 别吵。 让我再睡一会。 春桃继续喊着。 姑娘。 不能睡了。 谢将军来。 江又宁是被推醒的。 他揉着睁不开的眼睛问。 现在才几点。 他就来了。 春桃一边拿衣服一边道。 谢将军来的是早了些。 姑娘。 咱们先穿衣服。 不能让将军久等了。 江又宁习惯了睡懒绝。 这回才六点半。 哪里能起得来。 书席打扮后从屋里出来。 江又宁还没完全清醒过来。 看见树下站着一道挺拔的身影。 即便看不见脸也能认出他是谢景。 与昨日不同。 他今日穿着一件悬色窄袖袖暗纹的颈袍。 墨色长发由发官竖着。 他来到谢景身后。 抬起头看着面前宽阔的后脊背。 不满地瞪了一眼。 这才几点啊。 赴江九楼多么开张呢。 确定是来约会的吗? 江又宁走过来的时候。 谢景就知道了。 只不过没有回来。 听住吐槽声。 他突然回头。 正好看见他姓演员瞪。 江又宁没想到他突然回头。 吓得连面部表情管理都忘了。 你在瞪我。 谢景的嗓音让人听不出喜怒。 江又宁立马摇头。 是我墨睡好。 眼睛抽筋了。 谢景挑眉。 是吗? 江又宁说的脸不红心不挑。 那当然。 知道将军来了。 我太激动了吗? 怕他不信。 将军。 我是真的很激动、很高兴呢。 谢景。 走吧。 将军。 等一下。 江又宁见谢景要走。 情急之下一把抓住他的衣袖。 结果抓错了地方。 抓到对方的手。 他的手势真的大。 掌心宽厚。 也很粗糙。 这应该是常年拿见的手。 谢景回视线落在两人的手上。 上次就发现他的手很软。 现在感觉比上次还要软。 江又宁反应过来后第一时间是想缩回来的。 想到谢景退婚。 他迟疑了一会。 继续抓着那只大手。 将军。 我还没吃早饭。 谢景抬起头望向他。 江又宁听过谢景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 非常讨厌不守时的人。 我带着在路上吃也是可以的。 谢景点头。 嗯。 江又宁这才松开他的手。 转身跑进屋里。 春桃已经用干荷叶包了几个肉包子和馅饼。 看现江又宁进来。 把油纸包递给他。 姑娘。 已经装好了。 江又宁拿着餐点。 迈着欢快的步子走出来。 门口停着一辆马车。 等谢景上去后。 他才提着裙板上去。 马车内很宽敞。 江又宁坐在谢景对面的位置。 坐稳后。 他迫不及待地打开荷叶。 拿起一个肉包子送进嘴里咬了一口。 好像。 看见对面的谢景。 正在看着着他。 那双眼睛黑不见底。 他把手里的肉包子递到他面前。 将军。 吃包子吗? 谢景扫了一眼他手里的包子。 见他吃得津津有味。 带着好奇拿起一个肉包子送进嘴里咬了一口。 味道不错。 江又宁见他吃了。 他才继续吃起来。 见他吃完了。 又把馅饼递给他。 将军。 这个也好吃。 谢景瞧着馅饼并不认识。 带着好奇吃了一个。 发现很好吃。 这时。 车咕噜碰到一块石头。 突然颠簸起来。 江又宁的注意力都在吃的上面。 一时没防备。 身子失去重心往前倾倒。 他惊慌地想稳住已经来不及了。 完了。 要摔了。 谢景眼疾手快地伸出手臂接住他。 江又宁也因为惯性跌进他怀里。 第三十章。 安全感爆棚。 出于本能。 他的手臂紧紧搂着谢景的脖子。 另一只手抓着他的衣服。 生怕被甩出去。 这一幕似曾相识。 在几个月前。 他们也是因为意外抱在了一起。 稳住后。 他暗自庆幸。 还好被谢景接住了。 不然肯定会摔得很疼。 这次是在知道对方是谁的情况下。 谢景手上的力道收敛了很多。 如此毫无距离地接触。 他身体本能地紧绷起来。 感觉怀里的人很软。 手掌下不应一握的细腰更软。 江又宁没谈过恋爱。 连男人的手都没牵过。 和异性拥抱更不可能。 来到古代。 他和同一个男人抱过两次。 反应过来后。 他第一时间离开谢景怀里。 根本就没想到借此机会做出让谢景讨厌的举动。 然后退婚。 谢景感觉怀里一空。 抬眸望向江又宁。 只见他垂着眼帘。 心里却在说。 我跑这么快做什么。 刚才可以借机做出故意跌进他怀里。 稳住我想勾引他的人设。 错过了。 江又宁一脸悔恨。 也不知道谢景什么退婚。 时间拖太久。 他英年早逝。 再次听见他提起英年早逝。 谢景眸色沉了沉。 接着又听到他叹气。 唉。 这魔年轻就死了。 太可惜了。 若是没死。 以他的军事谋略肯定能灭了匈奴。 谢景放在膝盖上的手末低握紧。 匈奴未灭。 即便没到那刻。 他也知道自己是带着遗憾离开的。 马车忽然缓缓停下来。 也说明到地方了。 江又宁觉得有些奇怪。 去街上很近。 富江酒楼也很近。 怎么坐了这么久。 从马车上下来。 看着面前大门上写着皇家狩猎围场。 他这才知道为时磨走这磨酒。 谢景一大清早地带我来这里约会。 还不如在家睡觉呢。 谢景瞥了一眼江又宁。 进去吧。 江又宁只好跟在他后面进去。 进去后。 从侍卫的嘴里得知。 谢景打了胜仗。 皇帝高兴。 赏了他可以随时来狩猎围场狩猎。 李公公带着孝走过来。 指着不远处的马道。 谢将军。 这匹汗血宝马是西域进贡的。 皇上特意给谢将军准备的。 谢景的目光顺住。 李公公手指的方向望去。 一匹棕色的马正不安地踢着前蹄。 眼神带着野性。 他收回视线。 麻烦李公公告诉皇上。 微臣很喜欢。 李公公眉眼带笑。 砸家会转告皇上的。 李公公走后。 江又宁跟着谢景来到围栏前。 汗血宝马正低头吃草。 察觉到有人来。 抬起头看过来。 带着警惕性。 江又宁只在电视上看过汗血宝马。 这还是第一次进去离心上。 有些激动。 谢景要是能骑着汗血宝马溜一圈。 肯定很震撼。 谢景。 溜一圈。 他以为这是遛狗。 江又宁抬起头望向谢景。 眼神带着期待。 将军。 你要骑他吗? 谢景低头看过来。 这是野马。 我莫来得及驯服他。 江又宁觉得有些可惜。 哦。 我知道了。 谢景问。 会骑马吗? 江又宁摇头。 不会。 谢景的初衷是想带着江又宁一起去打猎。 他早该想到他如此柔弱。 怎么会骑马? 那你在原地带着。 不要乱跑。 江又宁乖巧地点点头。 将军放心。 我不会乱跑的。 谢景盯着他看了一会。 这才转身走到围栏前一手抓着围栏杆。 翻身越过围栏。 整套动作一气合成。 行云流水般利落。 江又宁看着谢景走向汗血宝马。 这才明白他是想要驯服他。 只见谢景轻松地翻身坐在马背上。 没被驯服的野马。 发现有人坐上来。 立马剧烈正扎起来。 谢景稳稳地坐在上面。 无论汗血宝马怎么奔跑颠簸。 也没被汗血宝马颠下来。 他可以想象得出。 谢景在战场上是何等的阴姿勃发。 威风凛凛的样子。 汗血宝马发现背上的人甩不下来。 突然快速蹦跑起来。 跑得太过猛烈。 可以看见谢景的身子不受控制地上下颠簸起来。 姜又宁看见汗血宝马跑远了。 收回视线, 瞥见一只野兔子从面前跑过去。 他眼眸一亮。 有烤兔子吃了。 他朝兔子跑的方向追过去。 没意会兔子已经不现了。 早知道来狩猎为常。 我就提前做一个弹弓带着。 他有些不甘心。 好想吃烤兔子肉。 谢景驯服汗血宝马回来。 扫了一眼, 四周末看见姜又宁的身影。 他眸色一紧。 利落地从马背上下来。 大步在四周寻找他的身影。 姜又宁没工具抓兔子也莫多待。 带着不甘心转身往外走。 远远地看见谢景朝这边走过来。 才发现自己莫听他的话。 跑来追兔子。 顿时有些心虚。 将军。 谢景有黑的眸子盯着树上那条毒蛇。 距离姜又宁不过丈许。 再往前走很容易被攻击到。 他冷声道。 站着别动。 姜又宁刚抬起脚。 被冰冷的嗓音下的姜脚又缩回来。 谢景真是生气了。 他也没跑远啊。 怎么就生气了。 就在姜又宁疑惑的时候。 只见谢大步走过来。 手来到腰间。 抽出一柄软件。 曾经在电视上见过腰风上藏软件。 这会是亲眼目睹。 发现他这个动作也很帅。 下一秒。 他就被谢景搂进怀里。 身体转了方向。 耳边是冷兵器的破空声。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就看现一个血淋淋的东西从面前掉下来。 落在地上滚了两圈。 定睛一看。 发现是舌头。 和鸡蛋差不多大。 还张住嘴。 姜又宁最怕的动物就是蛇。 突然看现血淋淋的舌头下的倒退好几步。 两只手本能地紧紧搂着谢景的腰。 蛇。 蛇。 谢景扫了一眼地上被砍断的蛇身与蛇头。 目光最后落在姜又宁身上。 他此时正低着头。 察觉到腰身被两只手紧紧抓着。 也知道他被吓到了。 他握紧软件。 将舌头与蛇身扔进草丛里。 姜又宁抬起头正好看见这一幕。 忍不住夸道。 将军。 好厉害。 谢景。 胆子真小。 姜又宁缓了一会。 才从惊吓中回过神来。 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正抱着谢景的腰。 而不是手臂。 他忍不住感叹。 谢景的腰好窄。 怪不得竖着腰疯腰线别好看。 大腿又长。 我一个女人都羡慕。